猫放这样 又妹不是你啊 我是老鱼 那是很新铁 上面去看那个猫 找到小 来 看这条 看会不会诡异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右边加一点小知识 右边加一点小趣闻 让我们一起落着猫 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的Sharon 然后今天 你看到那么多食物 就知道我们要吃东西啦 但是我们在吃东西之前 我们先请我们的guest Chloe 来吧 来 Chloe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什么都不是的Chloe 然后 然后 今年是中大的新生 对 那今天我们请Chloe来 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是有关 马来西亚跟香港 快餐 快餐的那个差别 主要就是McDonald跟KFC 然后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马来西亚 差不多一点多 所以要有一个 刚回来不久的新鲜人来讲一下 来提 但是在MCO的期间也是没有什么吃到 但是 我觉得还是吃得出啦 我觉得看着KFC还有McDonald的 而MENU就看得出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产品 嗯 所以刚才我们其实是先去KFC 买了 这场啦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感受 那个氛围 那个产品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服务很快 对对对 我们叫他饿了之后 差不多一分钟以内 就送上来喔 也有可能是他们的顾客不多 然后我们看那个MENU咧 就觉得其实 KFC应该就是全世界KFC大同小一啦 但最不同的地方可能是 是他们的铁 铁 铁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铁铁 铁铁铁 我们现在就没有铁铁啦 然后 我们要吃吗 好吧我们就直接开动吧 开动 好我们先从甜品开始 It's fine 我吃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 铁铁好吃 像你觉得跟外面那种比较传统 就买 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 呃 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 就是什么比较传统的 各有各的蛋排就是好吃的 哈哈哈 OK 我刚才注意什么新鲜 就是直接 木棒这样 你们觉得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蛋排 我觉得它是香港的 它就是一个普通香港的蛋排 但是 我们觉得比马来西亚的好吃 嗯 感觉会比较自然一点 那个中间的那个线 嗯 嗯 不会很腻 好 然后 好 还有第二个不同的可能就是这个饭啦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在马来西亚的KFC吃饭 你有吃过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了 嗯 那可能应该是有饭了 就是那种 马来西亚的就是 旁边 八块鸡 然后中间 饭 那种 那种套餐 但是香港这里没有哦 但是香港这里没有哦 它的饭内都是 会这种肖肖 会这种肖肖 也不是这样 其实有诶 我们只是没有这样 那我敢拿了 我因为没有这个味 对 因为这个味道呢 是什么 有马铃薯 有Carrot 然后什么白 白酱的味 马来西亚一定是没有 只有香港 特别喜欢这种白色的酱 我也不知道这个白色的酱是什么 好 听起来很诡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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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吃起来看会不会诡异 先吃一口 我不太吃出来它是 什么 什么口味 它就是 它就是炸而已 就是把你酱 不要下拜好吗 我不乱 感觉就是 它是不是一种茶餐厅的精 所以就是在香港常吃到的味道 但是马来西亚没有的味道 可以来try一下 那种是Carrot C的重点啦 就是它的鸡 然后它这里我们今天点了 有平时马来西亚很喜欢吃的那种香辣味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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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鸡 烤鸡 烤鸡 是什么啦 总之就是马来西亚没有的 因为马来西亚只有炸鸡 是吗 对 是吗 马来西亚只有炸鸡 这个应该是 烤鸡 我觉得我们通常比较普遍就是 有拿普通的 就是 然后就是 辣的 辣的 所以 真的 我已经不记得我 你记得有什么其他口味了 你还记得 有拿西罗马口味了吗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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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拿西罗马口味 但是应该会有拿西罗马的拿西配 配那个鸡 对 对 那个香港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哦 对 这个国际的都市 会有什么 泰式鸡啊 什么 越南牛油鸡 嗯 就是都是那种限定的鸡哦 嗯 好 但是我们赶不上 就刚好没有 好 这个鸡肉要吃一下 嗯 鸡肉要吃一下 好啊 一丝一丝吃一下 嗯 你吃吗 你吃吗 你还没有吃过 你吃过吗 嗯嗯 我吃过 OK 我在这里那么久 我是老人 你是新鲜人 辣的 然后觉得跟我们一起有什么差别 辣的 好 OK 好 这样也是你来试哦 这个它就 像是那种 韩鸡肉 Oven baked 酱油 嗯 嗯 也不是加很特别辣 只是加Halitian就没有 嗯 嗯 那我们就要比较这个 Halitian爱的 辣的 Can you see 你来试啊 哪容易要 这个 直接有 对对对 二十个到处都是Halitian 很重要一个问题 你够辣没有 有辣吗 没有辣 阿姨是你拿醉的 给我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嗯 嗯 但是我觉得香港东西他们称辣的都通常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辣 对我们前面的视频也是香港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行 我吃 我吃来 嗯这个是不是怎么辣 我这个就是感觉蛮辣很容易 吃下去 哦哦哦这个火星 嗯嗯 对 喝不了 没有办法啦 哇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饮料 嗯 这个下火茶 嗯 就我们看到的特别人就 就点了一下哦 可能就是因为KFC很日气 所以KFC就要跟这个 红服桶 collaborate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叫的时候也不太清楚 这个红服桶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 Sherry你可以 今天说 红服桶就是 你查了什么 哈哈 侍 provisions 哈哈 Part 2 1 2 3 3 diferentes interactions д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